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所以我把我能找到的所有的渠道 所有的价位的叶子都买了一双 一共买了20双 今天就给大家来一个全网最全的 红像大测评 视频有点长 慢慢看 渠道主要有某宝 某多多 某手某音 朋友圈的微商 价格也是从几十块到800多 不得 首先我发现第一点 他们介绍的文案图片高度图 不管是几十块的还是几百块的 有些卖家甚至统一的复制粘贴 这个图片也是高度统一 真的自己拍摄的商家 都算是良心商家 然后想靠图片和文字介绍 来筛选出优质的货源 真的不是特别的靠谱 当然也是商家的图片文案介绍 如果这个都不走心的话 反而是那些手机随便拍拍的那种丑图 实拍图有意外的惊喜 第二点发现卖家吹牛严重 个个都说自己是最好 什么纯远安公司外贸过毒 买回来很多时候和他们说的一毛钱关系没有 最恶心的是有的商家的货不满意 也不给你退 再问就拉黑你 第三点各种小袋 代理套袋 代理下面的代理 都号称自己是一手货源 家里开厂的 卖叶子卖了几十年 报价也是乱七八糟 有的时候一个质量的货能差几百块 这有可能就是我找的小代理 层层加价 接下来就给大家挨个看一下 我买的这些鞋子 首先是这堆几十块的 都不过百 挨个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双85块拼头多版本的 号称真爆 可以看一下它的底 倒是也有一些软弹 但是做工细节真的是 它倒是没有打阿迪达斯的标 只打了一个350 鞋头这也没有阿迪达斯的标 当一双鞋来穿的话 还是ok的 但是它真的和巴斯福鞋底 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我们再看摩宝的 一样 它为了避免版权纠纷 里边也没有打任何的阿迪达斯的标样 然后鞋头部分也没有 远看两公里以外 是一双白白马 但是细节真的是有点粗糙 它的鞋底 不是什么巴斯福鞋底 和真爆米花也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一个有弹性的泡沫 但是几十块还ok的 但真的和鞋子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双朋友圈发的货 这个它是还原了阿迪达斯的标 然后鞋头也有阿迪达斯的实样 但是它的鞋底的也和爆米花材 是没有任何关系 也就是一个弹性的泡沫体 一会儿开一双给大家看一看 当一双鞋来穿的话是ok的 但是和巴斯福的脚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如果不是经济实力差的太多 我不太推荐这种鞋 但这一双就觉得是不是被坑了 但都是400多很神奇